联合航空一架美国国内线班机 周日发生将一名一位华裔的男子强行脱下机的事件 过程粗暴 引发舆论 强烈反弹 这架自芝加哥飞往路易斯维尔的班机 在准备起飞时 主管突然宣布有联合航空员工必须搭乘 征求四名自愿乘客搭乘第二天的飞机 但因为没有乘客愿意下机 于是随机选择四名乘客强迫下机 一名69岁男子不肯离开 遭机场警察粗暴拖下飞机 连乘客都看不下去 男子之后跑回机上 不停喃喃自语 杀了我杀了我 有乘客听到他说 因为他是华人才被迫要离开飞机 现场还有他被拖行时流下的血迹 他事后第二度被强制抬离飞机 安机延误三小时才起飞 国际中心综合外电报道